蜡笔小星中最最神秘的角色 hello大家好 我是吃着游戏玩动漫的卡奖 今儿个是小星的生日 所以来一集特别版本 随着小星的剧情展开 蜡笔小星已经出现了一些领异的番外 比如玩具大战 带子之狼 还有妖怪之星之主 但主剧情里还有一个神秘的角色 而所有的开场白 通常都是由圆场讲述 其实有几集 不知道咖啡有没有注意 开场白都是星子来了 星子又来了等等 作为小星粉 卡有点闹不动 这星子到底是个啥不得了的角 但也难不倒奇葩会聪慧的各大网友 有网友猜测 星子是小星的娃 因为他说话给小星 不能是毫不相关嘛 简直就是一毛一样 也有网友说 可能是小葵的娃 毕竟他们生活在一起久了 所以慢慢被小星给童话了 对网友脑洞大开的表示 这有可能是另一个次元的小星 不得不说 本届评论区网友那都是人才呀 那么星子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从发色上来看 小星和广之小兽 长得那是贼啦小 接着 直到星子遇上小星脱口而出一个鸽子 随即立马改口 难道这还有星的一声意思 不过不难发现 星子能认识幼稚园所有人 包括园长 而且园长曾经还说了一句 耐人寻味的话 所以我猜 也许园长知道这结果 但无论如何 假如你看过那笔小星 你又觉得星子是什么身份呢 评论区来看看吧 明儿个不见不散 拜了个拜拜